各位,我要去西川陪主公过年,所以要从你们几位当中挑选一员勇将留守荆州 其实,说起勇,我二哥超勇的,想当年他一看不惯乡里乡生乡科乡里百姓,一路之下便远走他乡 是吗?云长果然是个建议勇为之人 靠,那我建议让义德留守荆州 二哥别闹,没让你这么建议勇为 早了,你小子统人一万下窟窿之勇,也不在我之下 嘿,二哥,你昨晚是不是也去了? 咳咳咳咳,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我的意思是,我的义贯之固然勇猛,但还不及子龙的七进七出 飞飞哥谦虚了,在下的七进七出和黄老将军的老鸡福利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啊 那点福利算什么,葛亮的年弩才是永贯咱们三军啊 岂敢岂敢,去去诸葛年弩,怎比得上云长的每晚自读 你们几个是不是背着我去了什么流失蛋白质的场所 云长多虑了,我只是好奇,为何你们不约儿童的抵制留守荆州呢? 废话,大过年的谁愿意当留守儿童,云长有所不知,留守荆州,好处可是搭搭的啊 你具体展开说说,大名鼎鼎的推背图,你知道吧 不知道,玩呢,那是唐朝的玩意儿,咱们这才东汉末年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我后知五百年,有什么是我不会的 我早已推算出,你将来便是荆州之主 哼哼,然后呢,然后秦于靖,展庞德,水焰七军,威正华夏,天下无敌 哦,这些都是你推背推出来的,那必须的 然后呢,没然后了,暂时就推到这了 哎呀,怎么不接着推啊,这不是倒中了吗 不是,以我的体力,而法力,只能推到这了 这么说,这活儿可以接,完全可以 好,呵呵,我要大意识荆州了 不是,您先等会儿,好家伙,我说了一些问一句 如果曹操引军来犯,你如之奈何,我率军抗之 如果曹操和南蛮两路夹击呢,我两路抗之 曹操南蛮山越一起来呢,我三路抗之 曹操南蛮山越乌丸西乡 哦,一二三,五路抗之,那要再加个村权呢 我十万零五路抗之,你可拉倒吧你 你们连人带狗凑得出来这么多人吗 那你说咋整,我有一言,你若听之,可保清这万年不适 哦,当真,当真,果然,果然,好,呵呵呵,我不听 云长,你胆挺肥呀,竟然敢单刀附会 你要不是说你只带一个人吗 没毛病啊,十万人跟一个人在我们那儿是一个意思 可拉倒吧你,你们连人带狗凑得出来这么多人吗 你这话多少有点过分,按你的意思,我家主公算人算狗 子敬,我大老远的跑过来单刀附会和你谈判 你现在跟我计较这么点微弱的基因差异,有意思吗 说的也有点道理,我这次前来是想和云长谈一门喜事 早的,孙权被车创了 差不多吧,这么跟你说吧,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我家主公正好有个儿子,他也想管你叫爹地 没问题,我向来建议勇为 哎呀,头次发现云长你这么好说话 那必须的,哎,孙权的遗孙什么时候嫁过来 嗯嗯 嗯 嗯 嗯